星期五 特朗普集團一位長達10年的稅務欺詐陰謀 被一位紐約法官處以160萬元罰款 這個可能是最高的處罰 同時具有象徵意義 認為這個目前唯一一個與前總統特朗普 直接掛勾的刑事定罪判決 這個判決是由位於曼克頓的紐約州最高法院作出 為針對特朗普集團漫長的法律逗婚畫上句號 去年12月 該公司因向一些高官提供障礙津貼被判有罪 攝氏高官之一為塞爾柏格承認有罪 並針對公司的審判中作證 星期二 他被判處在臭明遠處的雷克島監獄復刑5個月 儘管160萬元罰款對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團來說都微不足 他在任期間每年都能獲得數億元的收入 但這個判決為該公司貼上重罪的落印 暴露了多年來自身違法行為的文化 檢方還將繼續對特朗普本人進行刑事調查 在星期五的聽證會上 特朗普集團的律師尋求處以較輕的罰款 將責任歸咎於維塞爾柏格 他們說維塞爾柏格實施該計劃並沒有打算讓特朗普集團受益 但負責起訴特朗普集團和維塞爾柏格案件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 斯坦格拉斯認為該公司實施了一個多偉道的計劃來欺騙稅務機關 他解釋說他們偽造紀錄以避免發現 這個行為只能用極其惡劣來形容 斯坦格拉斯補充說 儘管最高罰款可能對一間數十億元的公司影響有限 但法院都應該要處以這樣的罰款 負責這件案的法官莫爾康贊同檢方的看法 對特朗普集團處以最高161萬元 判決之後 特朗普集團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們旗下兩間公司以及維塞爾柏格都是受害人 這位前高官受到威脅和恐嚇 聲明說 你們出於政治動機的檢察官將不惜一切代價 來找特朗普總統的錯處 並且繼續著從他宣布就任總統那天就開始的無止境迫害 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我們將對這個判決提出上訴 曼哈頓地檢官布拉格就是一份聲明中呼籲紐約州修改法律 這樣我們就可以對紐約犯罪的公司實施更嚴厲的處罰和制裁 等等 裁判決定 一個人說 我希望你選擇 個擅緩 roy博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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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